陛下 这在客人面前 万万不可神戎倦怠啊 不用 干什么啊 你这个小蹄子 我的天哪 陛下 您难受 说了不要随随便便地碰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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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举是为了保护萧杂云 从那日审讯正视于党 他把程若鱼关在门外 我就看出来了 有意思 杀人如麻的齐燕 竟也有动真情的时候 杀人如麻的人 不能动真情 郑吾的底细查得如何了 我联系了沿途暗烧 正是在郑吾翻城过境之后 另有一队卢从商路来到恒安 人数不足百人 他们进城后就分散了 有的住在客栈 有的住在民居 看起来并无异了 卢从的商人 说是来恒安避难 但是手头扩重 看起来不像是没钱 试探了其中两个 也有武功 郑吾的军师很可能藏在其中 我们儿子 不知 我们家聊天 我们在这一场 我们儿子 就我们儿子 来 中国还突然 我们儿子 有的 母亲 娜 没有 我们儿子 儿子 还有 我们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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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参见几人 既然陛下这么说 那你就先回来 正好玉珍房的人 也需要慢慢整合 对了 怎么没见到玉娘他们 一下子掉三百人进紫衣局 太招摇了 他们如今回玉珍房待命 玉珍房 可是 玉珍房不是被封了吗 所以才会更安全 没有人想到我们还会回去 虽然陛下一时误会你 但是日久见人心 终有一天他会明白的 我觉得陛下没有说真话 若他真是怀疑我的话 怎么会让我回来接管子衣局呢 他一定有他的苦衷 故意支走我的 鱼儿果然长大了 想事情也成熟了 姑姑您放心吧 我没事 我去看看玉娘他们 走了 姑姑 妈 你看 你看